现在是2月份 这里是多伦多著名的爱伦公园 温室 这个公园里面就是看温室 像现在是在construction在修建 所以它不是从正门进去的 这里还有很多土 都是我喜欢的HP 不是HP 是Promix 今天我们进温室看看 还是有点冷 外头还是挺冷的 这个门口都是有贴着的路线图 里面还坐着人等着我进去呢 开门看看 好了 把我已经进来了 这是一条方向 一条路走到黑 地上有箭头 只能朝一个方向走 因为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我的天哪 2月份啊 真漂亮 显然这是多肉啊 什么肉啊 不认识 看看叶子 奇特吧 冬天算是旱季 很多植物都在开花 四枚 四枚好像一年四季都能开 看看这里 还有种在 也是种在花盆里 你看花盆并不大 开的小花真可爱 看上去 花期也蛮长的 非常的是幸运的事 就是这个在瘟疫期间 这个也开放 有人数限制 这两天 卡车司机在罢工 交通非常的混乱 开到这儿不容易啊 他跟这小花认识吗 看着花形是不是很眼熟啊 看着花形像不像万寿花 但它叶子比较细小 是细窄的 应该是近亲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你看盆子很小 往往这种室内植物和多肉植物 它的根系并不是很大 这里有不少万寿花 也在开放 这个叫万寿花 还是叫长寿花 卡轮库 采叶的玉树 真有意思 每次我伸手 的意思是给你一个概念 这有多大 看看这个叶子像小葱一样的 也在绽放 看看小花仔细看上去 绒毛毛毛茸茸茸 看看这个茸茸茸的 这个也是含苞带放吧 估计都是晚上开放 白天无人欣赏 应该是吸引夜间的昆虫 看看这黄色的 应该也是卡轮库伊的一种 你看叶子花 Queen of the night 这个和谈花是近亲吧 我看有多大 这是它主干上去 往那边分支 往这边分支 还有很多气生根 光明媚的时候真是温暖 这是专门给热带植物 或者沙漠植物准备的温室 它这个Allen Garden有不同品种 不同种类的温室 因为这里干燥温暖 最重要的就是防火 看了一下这里星星点点开花的 都是盆栽小花 都是Colin Coy 和那种不知名的 这是工作人员非常热情 我一进来的时候就问我找什么呢 我说找厕所 提醒一下 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它这个Constructs在修 所以厕所现在没有了 所以它是室外移动厕所 像这种干燥的环境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虫害 这种花园的特点就是维护量少 那么缺点就是变化也少 即使变化少 这些植物生长缓慢细心 好心热心的管理员们 还给它这增加色彩 在这里的植物组合 你看有草状的 有柱状的 有树状的 颜色除了花以外 有白色 棕色 绿色 也有高大的爬藤 也有小树 有花季也有果实 这仙人长的果子 这些 看看还有巨大的果子 就是不敢摸 好了 这个带刺的花园 今天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下次见